你猜一層兩房的太古城單位 如果在英國那邊可以買到多少層樓 我們今天一起研究一下這個話題 昨晚就和客吃飯 他問了我兩個問題 一層太古城單位 在英國那邊可以買到多少層樓 如果他不轉做買英國樓 他拿著這層樓 其實又夠不夠退休呢? 不如我們今天一起去看一看 計算數吧 我們去一些坊間的網站 28層樓 幫他買個廣告 上去看看今天 最近的兩房單位賣多少錢 我記得他跟我說是500多呎 28層樓 我打回太古城 好看一看 如果太古城 500多呎那隻單位 現在就賣998萬 另外呢 589呎 1,100,000 1,190,000 1,150,000 大概拿個中位數呢 1,100,000 1,100,000 買這個兩房單位 那如果我用來出租呢 大概又收到多少錢租呢 現在就在叫 看看先 如果580多呎那隻 現在就在叫 叫叫21,800 19,800 22,800 23,000 那我想拿個中位數呢 2,000元 因為現在基本上 如果要放租 你不減少價 我想都很難租出去的 那如果2,000元 即是我們計算一下 1,100萬的房子 大概 一年就收24萬 除了1,100萬 那即是 租務回報來講 大概是2.2厘 2.2厘 那當然啦 一定不止 因為這個業主本身 他買已經持有了很多年了 那如果我將這個 租金收入2萬元 那老夫老妻 60歲以上的人士 2萬元一個月 假設他只有一層樓來收租 除了他30天 除了2 即是每人每天 其實是在花333元 那理論上好像不夠養老 那反過來 如果我將這一層 1,100萬的太古城 在英國那邊 我舉例 我們Channel講得最多的 Manchester 曼城市中心 買一個 可以買到幾層樓呢 我們都可以研究一下 那我先打開地圖 那曼城來說 其實之前我們一直 有很多視頻 觀眾都可以看 我們一直都在說市中心 或者市中心附近的地方 做一個買樓長線收租 因為這些地段相對的價值會比較高 以及租金回報會比較好 那以現時來說 這1,100萬 其實我都看過 在現在最新的市場的一些新盤狀況 其實原來在這個Dinskey附近 我們可以這樣去做 我們可以買一些現樓的即買即收租單位 說的是市中心附近的地區 其實說的是大概是 做的是30萬英鎊 已經買到一個兩房兩次 甚至乎連車位的單位 類似這些現樓 其實當地現在說的租務 就大概是5厘 那即是說30萬鎊 即是達為300萬港幣 5厘來說 一年來講 就貢獻你大概15萬港幣 15000鎊的正現金樓 那1,100萬 我們就用了300萬 餘下800萬又如何分配呢 其實如果在這個市中心裡面 有兩個地方絕對是可以優先考慮 第一個就在 現時整個Manchester 那個最多spinning field 即是金融區上班人士租住的地方 就是Dinskay這個位置 Dinskay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現在如果一直有看過我們影片的觀眾 他都會了解 其實這個位置 其實租務的第一個回報 另外就是那個熱次度 都是相當之熱的 那個租務 那麼在這個地區 其實如果我們買一個兩房單位 其實大概是為了港幣400到430萬 你已經是選擇了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兩房兩次單位 那麼這些單位來講 其實那個租務回報 就現時這個區 一間兩房 普普通通 好像譬如說Dinskay這些 兩三年前的一個樓花盤 已經是落成了一個項目 類似這些呢 一些兩房單位已經是普遍租近1900鎊 那麼另外呢 就可以積極考慮就是 接下來 萬成應該會 接下來的地價會升得最厲害的 就是高鐵站附近這個地區 之前我們也有拍過影片說過 就因為接下來這一邊附近有一個Mayfield Park 一個新的金融區2.0 那這一邊來說 如果我們需要買一個兩房單位收租 那說著地價 相對就沒有現在M1 就是剛剛我們Dinskay那邊 相對那麼貴 因為這邊是剛剛開始發展沒多久 所以相對性價比會最高 現時來說 這邊買一個兩房單位 一些高層靚view的兩房兩次 圍到都是37萬到40萬英鎊 你已經買到一個是接近最漂亮的 全區最漂亮的一些兩房單位 那麼如果加起來 就是三個單位 其實已經剛剛好用了1100萬港幣 那麼如果以現時萬成的租務回報 舉例好像我們剛才說過 Dinskay那邊一個樓花盤 另外就是高鐵站附近的 一個也是2024交樓的樓花盤 加上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些 我們叫做燃口單位 拉上補下的租務回報 大概我們打個譬如接近6厘 如果6厘的回報 1100萬 原來一年大概這1100萬 可以竟然貢獻給我 大概是66000鎊 就是為了港幣66萬 66萬就相對於 剛才我們說的一個泰股城 純粹放租一年只可以收到24000元 其實已經是相距甚遠 差不多接近收多兩倍 另外就是那個升值潛力 因為很坦白說 香港樓其實就自從2018年之後 基本上就在高台上一直整固 相比於現時在冒起的城市 不論租金的加幅 甚至乎樓價升幅 都冠絕英格蘭 我這位客人 其實他未必將會去英國退休 他可能純粹擔心退休問題 以及現金流問題 我也覺得 如果各客一直在想 一些退休計劃 甚至乎可能真的已經計劃去英國退休 不妨就在過去英國之前 或者真的臨近退休之前幾年 暴處定 畢竟我們現在手上的資產 就真的好看你的眼光 以及接下來我們的資金 放在哪個城市 就等於二、三十年前 我們在香港 如果每個人都有買到樓 其實到今天 你拿著一層太古城 去到英國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絕對 足夠來退休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投資考慮 接下來我們也會有一個網上分享會 會很詳細的解釋 如果我在香港以樓換樓 用香港樓換英國樓 不論你是去那邊退休 甚至乎是移民到英國 甚至乎我沒有想過退休 純粹當作一個長線收租 具體操作怎樣做 我究竟買什麼的項目 怎樣買法呢 接下來我們的 Webinar的分享會 都會一天在這裡探討 如果看了這條影片的你 你都想去報名 不妨就 WhatsApp我們 56269151 我們會有同事跟你去登記 因為外於我們在網上 就不太方便 將一些發展商的樓盤 或者一些真實實在在的價單 在一個這麼公眾的平台去分享 所以如果那一刻一直在找投資機會 甚至乎是BNO身份過去英國 一直糾結 或者去了很多展銷 其實它也未必能幫到你 因為它也可能純粹是賣樓盤給你 未必有一個方法會教到你 那就不要猶豫了 可以登記我們的Webinar 我們稍後就會有一個分享會 亦都是費用全面 可以加入我們的分享會 brainstorm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些新的idea 可以給到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